《红楼梦》中,王夫人这个形象真的不怎么让人喜欢 她自诩慈悲,每日吃债念佛,可打起金串儿起来 一点也不手软,逼死情闻的时候,一点也不慈眉善目 可王夫人真的很拉到了不可原谅的地步吗? 其实也未必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极致读书 今天带你来揭秘,我们都知道 因为王夫人把金串儿撵出去,导致后者跳紧而亡 作为金串儿的亲妹妹,居然在姐姐死后 还留在王夫人身边,虽然长了一两名字的月前 但是这就能顶得了杀姐之仇吗? 其实对于玉川儿来说,王夫人,或者说主子,就是奴才的天 她敢怨恨宝玉,因为宝玉平时自甘与她们平等 但她却不敢怨恨王夫人,因为王夫人表面上吃债念佛的 实际上心肠冷硬,手段很辣 无论是对下人还是对儿女都能豁得出去 王夫人的女儿元春是她的长女 由于女儿从小在贾母身边长大 对王夫人这个母亲没有对祖母亲厚 所以王夫人就豁出去女儿来换取荣国府的荣华富贵 而纵览全书 王熙凤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王夫人造成的 因为是王夫人一手将王熙凤推到管家的风口浪尖 由此王熙凤得罪了自己的功能 活泼,本应站在阿凤这边的王夫人却立刻闪开 俨然一副与我无关的姿态 这便是王夫人这个人物形象最为可恶 最令人不耻之处 作为大官员的总管 王夫人在迎春出嫁这件事是可以有发言权的 因为迎春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除了假设,还有迎春的婶子王夫人有一定的发言权 王夫人虽然有过一日 但是她并没有深入地查查自己未来的侄女婿 在她看来迎春出嫁的事还不是自己的家务事 秦文,宝玉的贴身大丫鬟 因为长相妖娃妩媚 性格张扬自已被王夫人判定为狐狸精 背着狐狸精的罪名被拧了出去 当晚死在孤舅哥哥家里 秦文可是大有来头的人 她是赖大身边的丫鬟 因为贾母喜欢,所以跟了贾母 但王夫人不顾赖大的脸面 不给贾母面子,不仅把秦文赶走 还不让她穿衣服来羞辱她 细细琢磨 这一举动不仅侮辱了秦文 连赖大和贾母也因此被间接羞辱 贾宝玉就是王夫人的命根子 所以王夫人是倾尽全力地保护她 所有有可能伤害到贾宝玉的人 贾宝玉的性命安全固然重要 但是她的名声品行更加重要 王夫人统统都要予以清理 但是在桥桀身上 我们看到了王夫人非常柔顺的一面 又温暖又贴心 恰恰是因为王夫人 曾经不经意表现出来的这份柔顺贴心 才让我们通过不大不小的端倪 去发现王夫人的恨命 凤姐对身边的人不薄 她因为傍二家都误打了平儿 事后还给平儿道歉 行秀燕贫苦却清高 凤姐敬佩她的为人 特意让平儿给行秀燕送去大衣 可王夫人与凤姐不一样 金串儿从小服侍王夫人 两人朝夕相处十几年 但王夫人依然狠心逼死了她 还说金串儿之死 贾宝玉被贾政党 王夫人要承担主要责任 曹雪芹虽然没有明显 但从贾宝玉着急找人传信 却出场一个又老又龙的 老母母体现得清清楚楚 那老母母对金串儿之死 全部在意 就是王夫人的心理 金串这个小丫鬟 竟然挑唆宝玉去东小院子里 拿皇戈同彩 这简直是罪大恶极 不可饶恕 王夫人自从大儿子贾朱过世后 宝玉就是她的心头肉 王夫人本来就为宝玉不喜欢读书 而大伤脑筋 现在听见金串这番言论 怎不让她暴跳如雷 也许正是因为不受婆婆的待见 所以她 才会私自要了贾母的丫鬟邪人 才会痛恨她最疼爱的林黛 才会狠心地撵走 她最喜欢的丫鬟情文 而丈夫贾政对她的冷漏 更让她感到了绝望 曾经的热情早已不再 变成了是权力为唯一的狠心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 关注极致读书 下期节目更精彩